好,文章的第二部分呢,从第二行,Andership开始,一直到第六行结束 在这儿呢,介绍了滑翔飞行的鸟类,比如说Abitros信天翁 信天翁呢,是滑翔鸟类飞行之王 这个鸟的特征呢,是能够自由地驾驭空气,但必须顺着气流飞行 好,咱们先来看这个,这样一句话 先看这第二部分的第一句话 就是整个文章的第四句 他说,看屏幕 Any ship that crosses the Pacific is accompanied for many days by the smaller albatross which may keep company with the vessel for an hour without visible or more than occasional movement of wing Any ship,任何一个船,什么船呢 That crosses the Pacific,是定义丛句 就横船太平洋的这么一艘船,怎么样呢 It's accompanied,后面应该是跟拜搭配 被什么什么所陪伴 这中间for many days是一个壮语前置 为什么呢 因为by后面的宾语相对长一些 by the smaller albatross 而for many days相对短一些 所以先说壮语 but the by就跟前面的accompanied分开了 就连续多天都被这种小新天王所陪伴 后面再加上定义丛句,怎么样呢 这个修饰小新天王吧 他说,这是飞线的一些定义丛句了 去补中说明 which may keep company with the vessel 他们可能一直陪伴这个船呢 大家注意,keep company就相当于刚才的动词accompany 只不过刚才是被动 这里如果用主动的话 就which may accompany the vessel 但是前面已经出现过accompany这个词了 所以后面换成keep company with 这是个替换 the vessel就是什么呢 就是the ship vessel也是船之 ship也是船 这是个替换 你看动词不一样 名词也不一样 所以他们写作最机会单词的雷同了 特别是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 最好不重复 for an hour就陪一个小时 后面出现借词的一座装语了 陪着飞一小时怎么样呢 没有任何明显的 或极其偶然的翅膀的运动 这个visible 注意翻译 咱们第十一词讲过 就明显的不是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more than 发现是极其 more than 修持形容词 就极其特别的意思 极其偶然的翅膀的运动 好 这是我们看这个词 我们在里面看一些语言上的细节 比如第一个就是陪伴伴随 accompany 这在咱们三册就重点讲过这个动词 accompany在这是个极物动词 就是陪伴或者伴随 经常可以用被动 be accompanied by 就被什么什么所陪伴 就是这个人 这个东西跟他在一块 这个我们看一看 在第三课中 就见过 17页的第十到第十二行 17页的第十行到第十二行 他说 such inns as the war were generally dirty and flee-ridden the foods simulate local cheese accompanied by bread of a 12-month-old all washed down with coarse wine 还记得吧 说那里的那些小客栈 通常是又脏 又到时候跳走 到时候就是跳走 这个食物呢 只不过是当地的奶酪 我们家 飞飞动词了 被面包 12个月之久的老面包 来陪伴的奶酪 就面包和奶酪一块吃 accompanied by去到这必动词 这是过去分词 当后制定义的 对吧 然后呢 一股脑用略知久不得冲下去 这被什么什么所陪伴 那么我们说 表示陪伴伴随 也可以用 keep company with 来代替动词 accompanied 它相当于 动词accompanied的主动形式 叫陪伴或者伴随 这个搭配更通俗一些 这个 如果这个人比较短的话 是个代词 一个话呢 keep somebody company I'll keep you company tonight 就一般不说 I'll keep company with you 因为代词太短了 放在中间 如果是名词的话 放在with后面就好了 这个 比如说 我们就这么说 I'll keep you company tonight 今天晚上 我来陪你 或者呢 他陪伴 他的妹妹 he kept company with his sister that night 那天晚上 他陪伴他的妹妹 这个时候呢 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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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 放在with后面 代词 用这个搭配就好了 这还是陪伴 在这里面注意 这个company 不是公司的意思 它表示陪伴 是个不可数名词 公司是可数的 它表示陪伴不可数 用在很多搭配里面都行 当然我们这个keep company with 刚才在后半局也见到了 我们看个company 其他一些搭配 也是表示陪伴 比如说 she is good company 你不能翻译成 她是一个好公司 这不同顺 跟她在一块 很开心 大家都愿意跟她在一起 就她是一个好的陪伴 就跟她在一块 大家都开心 这个意思 比如说 再看这句话 I enjoy her company 这不翻译成 我喜欢她的公司 什么呢 我喜欢跟她在一块 我喜欢她的陪伴 她在我旁边 我很开心 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 I feel nervous in her company in her company 就是她在我旁边的时候 我总觉得很紧张 就在她在我旁边的时候 陪着我的时候 我觉得很紧张 这个company 是陪伴伴随的意思 好 再回到剧中 那么 任何一个横穿太平洋的船 都连续多天呢 被这种小新天翁陪伴 再看对于从事 怎么样呢 这个新天翁可能会 which may keep company with the vessel keep company with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a company 对吧 刚才讲了 vessel就是前面的ship 那么又陪伴一个小时 而都没有明显的 或极其偶然的 翅膀的运动 without visible 这个visible 复习第11课讲过 表示obvious 明显的 咱们复习一下 第65页的第8行 到底是行 11课里面 65页第8 到底是行 看这句话 Gradually the river grows wider the banks recede the waters flow more quietly and in the end without any visible break they become merged in the sea and painlessly lose their individual being 逐渐的 河流越来越宽 那么两岸向两门退去 那么水流 里面的滔滔的水流呢 越来越平静 最终 没有任何明显的改变 这个break 咱们说了 不是裂调 而是突然的变化 sudden change 这个visible 不是可以看得见的 是明显的变化 它们就 汇入到的大海之中去 毫无痛苦地 丧失掉了个人的存在 这个visible 是明显的 本文中也是 没有任何明显的 或者怎么样 more than occasional accidental是偶然的 这反正极其偶然的 翅膀的运动 这就复习了 more than 如果加上形容词 跟形容词连用 是加强语气的一个词 把more than 反映成极其 或者非常 he is more than selfish 不要发现 他比自私多一些 而是他自私极了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表示这个含义呢 在生活中用的也特别多 咱们再复习复习 当时我们听过的一个 突服听力真题的片段 咱们再看一看 应该选哪一个 好 我们先来听一遍 我们再听一遍 同志看看 一个选哪一个 这个女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 正确答案是 第一选项 对吧 she doesn't want the man to replace the platter 他不想让这个男的 给他买新碟子 来换这旧碟子 为什么选D呢 咱们看这原文 再听一遍 咱们还记得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怎么把您的碟子 给打脆了 这个platter 比较浅的碟子 就一般成凉菜的碟子 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a new one 我非常高兴 给您买一个新的 more than happy 就very very happy 买个新碟子 非常高兴 第二个女的说 算了吧 forget about it 就算了吧 something just can't be helped 有些事是不能避免的 这个help我们讲了 做口语中 可以表示避免的意思 相当于avoid it can't be helped 这个东西不能被避免 就这么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他说的什么意思呢 他不想让这个男的 给他换一个新的碟子 就这么一个 more than happy 就extremely happy very very happy 这个意思 本文中是极其无然的 这个more than是修饰了形容词 咱们再复习 如果more than后面修饰名词 跟名词搭配 翻译成超过 或者不仅仅是什么 这个 也得注意 咱们复习 咱们看这句话 peace is more than the absence of war 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 不是比没有战争多 是不仅仅是没有战争 咱们再复习第八课里边 四十七页的第二行最后到第三行 四十七页第二行最后到第三行 他说 these days are the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regulations far more than tariffs that put sand in the wheels of trade between rich countries 回顾吧 当今 是国家之间 规章制度的差异 远不仅仅是 关税问题 阻碍了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so why put sand in the wheels of 咱们也讲过 这是不仅仅是 那么再比如说 我们看在第二课里边 十一页的第十二行 十一页的第十二行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more than the wildest gas and how many they kill 要对他们究竟杀死多少昆虫 做稍微准确一点的解释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当时讲了 more than后面修的是 the wildest gas 名词 the wildest gas 就是最离奇的猜测 不仅仅是最离奇的猜测 就是比最离奇的猜测 要好一些 就是说稍微准确一点的猜测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只能做一个非常粗略的估算 这个more than在这时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不仅仅是 比它要好一些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再看看 当年一个高中教材中 一个句子 这个more than怎么翻译 这个是复习 咱们说过 I look into the boy's serious but eager face and ask him do you want any more books yes more than I can ever get he replied 我盯着这个孩子 我盯着这个孩子 严肃的 但却迫切的面旁 问他 说孩子 你是不是还想要书啊 为什么买完书还不走呢 第二个男孩说 yes 是啊 more than I can ever get 他回答说 原来的教材 翻译的是 是啊 我要买的书还多着呢 这个翻译错了 得翻译着什么呢 可是我根本就买不起 more than 后面跟can 或者could 这种词搭配 表示是某人 所不能怎么样的 ever加强一句 就根本我就买不起 没有钱了 这个意思 那我们就看看 这个搭配呗 我们在当时讲过 more than A 就这个人 can和could 就是是A 所不能怎么样的 这个咱们复习 新课年二册第78课 新课年二册第78课 When my old friend Brian urged me to accept a cigarette it was more than I could bear 还记得吗 当我的老朋友布莱恩 怂恿我去 接受一支烟的时候 我再也忍不住了 这是我无法忍受的 对吧 再想三册的第43课 Dancing proved to be more than the dish could bear for during the party the capsized sang in seven feet of water 跳舞 被证明是这碟子 无法承受的 因为在聚会期间 碟子翻了 沉入七英式的水中 是什么什么所 不能怎么样的 再多看几个例子 The story is more than I can believe 这个故事 我无法相信 The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is more than words can describe 这是老知识的 对吧 西湖的美景 是语言无法描述的 such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is far more than we could anticipate and deal with 这样一个 错综复杂的局面 远远不是我们能够 预料到 并且去 这个这个这个 去对付的 去处理的 就根本是我们 无法预料到 并且无法去处理的 这个more than的翻译 非常灵活 这个的注意 所以本文中呢 这个more than 修饰形容词了 反正极其的 极其偶然的 翅膀的运动 好 看下一句话 就是讲述了 那为什么这个 鸟它翅膀不动 不掉了呢 下一句话是个中单句 咱们看屏幕 他说 the currents of air that the walls of the ship direct upwards as well as in the line of its course are enough to give the great bird with its immense wings sufficient sustenance and progress 这句子比较复杂 那么句子主语是 the currents of air 是气流 什么气流呢 后面加定语从句 就是墙体 往上 直向上方的这个气流 就要沿着船体上升的气流 这个direct 在这是个极物动词 就是朝某个方向 直的意思 那么它呢 这关系带斯带呢 就是说direct的并语嘛 就是沿着船 船的墙不就两个船壳 就这个这个 船壳嘛 风吹到这之后 沿着船体会上升嘛 而气流往上直了 就沿着船体上升的气流 中间两个动号之间 是个插入语 as well as in the line of its course 还有呢 沿着航线的这个什么呢 还是指气流了 就顺便再说一句 除了沿着船壳上升的气流 还有沿着航线方向的气流 怎么样呢 这两个气流加的一块 就完全足以能够 给这个大鸟 the great bird 什么大鸟呢 with its immense wings 有着巨大翅膀的大鸟 这个immense is another way to say great 这两个是替换吧 大鸟 大翅膀 都是大 它做了个同心词替换 给它什么呢 给它足够的支撑力和前进力 就让它在空中不掉下来 并且可以往前飞 这两个气流都在一块 一个是往上的 让它不掉了 一个是往前的 让它往前飞 所以翅膀不动 它跟着船可以再飞行 就借着这个气流 而并不是对人有什么兴趣 这么一个 这里边有一些词汇 咱们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 就是定义从今里面 这个direct 这个注意 这不是形容词笔直的 而是朝某个方向指 是个极无动词 把什么东西 指向某个方向 咱们看一看 它是怎么一块事 比如说direct在这 就相当于极无动词 aim或者point 往某个方向的指 指向哪里 我们看个例子 这是极无动词 all the criticism was directed at her 所有的批评 都是针对她的 就把这批评往她指 指到了她身上 批评是针对她的 我们再看一道考研 英语汉中的句子 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句话 咱们看这句话怎么说 任何对动物的苦难的关注 都被看作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一种感情用事的 用错的地方 displacement表示 这个置换换位置 sendimental 有的扁一次味道 就多出上感情用事 就是什么呢 把情感用错的地方 什么情感呢 本来应该恰当的 指向其他人的感情 错误的放到了动物身上 所以displacement 置换 把感情用错的地方了 这指什么呢 就是做药品实验 用那些小白鼠做实验 有人说多残忍 小白鼠多痛苦 大家忘记了 你应该同情那些得病的人 一直小白鼠死了 他可能救活了千百万的人 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针对哪里 指向哪里 dirak是几乎动损 本文中呢 这个关系带词 dat 做dirak 兵于 upward向上 就沿着船体 往直往上指的这个气流 沿着船体上升的气流 这个 后面 isola表示 除了什么还有什么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 in the line of his course core就是航线 航向嘛 再加上沿着这个船呢 航线的这个方向 还是指气流了 两股气流怎么样 足够给这个大鸟 什么大鸟呢 有着大翅膀的大鸟 以suffin充足的 充足的耐久力支撑力 还有前进力 sassinant 还有progress 这个非常漂亮 这个东西 isola在那 那个东西 就足以给这个东西 以足够的什么和什么 这个结构 咱不妨用它来写个句子 试试看 全中国人民的 共同努力 再加上 党的英明领导 足以使这个 浮沿辽阔 人口众多 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 持续和发展下去 全中国人民的 共同努力 可以用 cooperating efforts 合作的努力 cooperating efforts 再加上 as well as 英明领导 wise leadership 对吧 然后呢 足以使这个 浮沿辽阔 人口众多 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 先说 the great nation 伟大国家 再加上 我也是呗 有一个 大的疆域 多的人口 长的历史的国家 持续和发展 还有我们的 sustenance and progress 不就行了吗 咱们试试看 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 the cooperating efforts of all the chinese people 再加上 as well as 再加上 怎么呢 the wis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are enough 什么样呢 to give the great nation 美大的国家 什么呢 幅延辽阔 with a vast territory 广大的相遇 这个人口众多 a big population and 历史悠久 and a long history sufficient assistance and progress 好句子 咱们再回顾一下 这句话 全中国人民的 共同努力 the cooperating efforts of all the chinese people 再加上 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as well as the wise leadership 领导 领导力 of the communist party 足够are enough 给什么呢 to give the great nation with a vast territory 幅延辽阔 a big population 人口众多 and a long history 历史悠久的国家 什么呢 足够的持久力 和前进力 就好了 这个句子 是重点句 值得咱们仔细 去揣摩 那么下面 进一步来说 他说这个 新天翁啊 那可不得了 是这种 滑行 飞行鸟类之王 看看屏幕 the albatross is the king of the gliders the class of flyers would harness the air to its their purpose but must yield to its opposition 多好前 可以看到句子 主干结构 就是 新天翁 是glider 本来是滑翔鸡 在这就滑翔 的鸟类就好了 滑翔鸟类里面 最强的 无敌的 它是王者 那么glider 后面这个画红线的部分 the class of flyers 一直到锯木 但是做前面glider的同位语 它解释 什么是glider呢 glider就是 这一类的飞鸟 flyer本来可以表示飞行员 在这有上线文 就指飞鸟了 这种飞鸟怎么样呢 后面再加定义 从去修饰这个飞鸟 它利用这个风 为为己所用 为了自己的目的 而驾驭这个风 咱们哈尔里讲了 叫利用并控制 并利用自然力 但是必须屈服于 风的相反的东西 is还是指这个air 空气的 相对立的空气 就是必须屈服于逆风 必须顺着空气飞 一旦逆风 这个鸟就没戏了 这个里边 我们先看一下 be the king of something 是什么什么中 最棒的 最强的 这固定搭配 是什么什么的 最强的 最棒的 the king he is the new king of pop music 他是流行乐的新天王 就现在 新一代的唱歌里面 他是最强的 是最好的 但如果是个 强调是个女的呢 那就把king换成 queen 换成女王就行了 换成the queen of something 就行了 对吧 比如说 she is the reigning queen of crime writers 他是有关最暗小说里面呢 这个写的最好的 一位作家 他是女的 叫be the queen reigning 叫支配的统治地位的 支配统治地位的 女王就更厉害了 所以强调是女的 可以把king换成queen 前面可以加修士 那么我们在21课回忆下 刚讲过 这个 这个独步天下的 无人能及的 是不是在21课生死中 讲过一个 supreme be supreme 是不是也是地位 重要性等等 最高的 至高无上的 这个也行啊 你看我们 在本文中就出现了 大家看课文的第七行 就在23课里边 我们课文第七行 你看 in the country school 在相反的这个类别里面 鸭子是最棒的 the duck is supreme 这是明显 就这个地方 is the 的一个替换 如果the duck is supreme 用本文中 be the king of some 那该怎么说呢 代言取配 是不是可以说 the duck is the king of the country school 表达意思 跟上面一样吧 野鸭是相对立的 这个类别的 鸟类里面的 王者 最棒的 在对立的 类别里面 野鸭是最棒的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so be the king of 可以用 be supreme 这个来代理 另外这个school 不是学校 还是类别 种类的意思 好 先把这个 把它看清 只有知识 就知的复习 然后再回到剧中 他说 the class of flyers 这个类别的飞鸟 他说前面 glider 同为语了 是什么呢 驾驭空气 为己所用 干必须屈服于逆风 eo的to 这是18个的复习了 咱们复习复习这几个 表示屈服于 服从于 都是跟to的动词 还记得吗 eo to 等于submit to 还可以用 down to 鞠躬这个词 还可以用书面语 succumb to 这个b不发音 怎么说我的 屈服于 咱们再看看这个六集 阅读真题的篇段 这个看看怎么翻译 他说 on january i had to officiate two funerals on successive days for two elder women in my community 在一月份 我当时必须要主持 连续好几天 主持两场葬礼 successive days 就连续的天了 officiate 可以表示主持 一个庄严的一个仪式 一个活动 主持两场葬礼 为两位高年级的 高龄的 我的社区里面的 两位高龄的老太太 这两个人怎么样呢 both had died for the years as the bible would say both yielded to the normal wearing out of the body after long and full life 两个人都是 想尽了天年 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 才死 都是活了 很长寿了 并且东西两个人呢 都必须屈服于 这个身体的 这个正常的磨损 wear out 的版本 是指慢慢磨损掉了 损耗掉了 变差劲了 在一个漫长 而又充实了一生之后 身体慢慢不行了 最后死掉了 eo2 叫服从于 屈服于 我们还有咱们以前 说过那个 troy这个的片段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看看这个里边 是怎么说的 咱们把这片段 再放一遍 first you must give Helen back to my brother second troy must submit to my command to fight for me whenever I call 大家还记得吗 他说提的两个条件 他说你要让我们 希腊人退兵 两个条件 first 第一个 you must giving Helen back to my brother 你必须把Helen 还给我兄弟 second troy must submit to my command troy必须 服从我的命令 并且 无论我何是我召唤 为我打仗 submit to my command 是这么来说 那在复习18课里面呢 咱们别忘记 咱们看 104页第10行最后 到第11行 18课里面 104页第10行最后 到第11行 They are constantly up to the turtles who peacefully submit to all sorts of indignities 他们总是不停地 在追海归 而海归呢 心平气和地忍受 各种各样的侮辱 这个用的也对 这是服从于屈服于 这个可以同时记住 本文中呢 是服从于它的对立方 有上线文 就空气的对立方 就是逆风嘛 逆着的空气 必须服从逆风 至此文旨 文章的第二个层次 结束了 介绍了滑翔飞行的 顶部的顶部 可以用来